今明两年先后有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 选民登记将于7月2日截止 经过政改表决一议 泛民星期日总动员在全港设置50个街站 呼吁市民踊跃登记做选民 用票踢走建制派 全军民主力量 踢走地区建制 公民党梁家杰、余若薇、工党李卓人 及民主党何俊仁等十多人 在大委举行国药甄选民活动 泛民政党在全港设立50个街站 呼吁市民登记做选民 以选票踢走建制派 因为当香港人是说要保有香港的价值 和制度、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最直接你能够参与的 就是拿一票在手去投票 梁振英是居议会有份间接选他出来 如果大家是不希望香港被梁振英 搞到更加沉沦的话 要由居议会的路开始 尤其是政改后 更加要发声 更加要一些 所谓香港人 争取真普选的政党 他们并将四个分别写用 踢走建制的道具球踢走 预议要在今年年底的区议会 和明年立法会选举中 踢走建制派议员 新台湾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